輕鬆踩踏 為自己充電 阿絮28歲 自小患有中度血友病 育卿久久不退 是家常便飯 還因此曾求職碰壁 大腿 它不覺得怎麼樣 但是大腿血腫就越來越嚴重 不能走路 血腫的問題 一個兩個禮拜都不會消 不行 上不去是不是 不行 腳完不行 好 好 好發於男性的血友病 凝血因子濃度不足 除了外傷難以癒合 75%的病友 更承受關節病變的痛 這是我生不治的 最怕的就是關節的病變 內出血 其實小時候的 醫療還沒那麼發達 膝蓋有反覆出血 關節病變之後 我有做過一次 人工關節的治患手術 膝蓋的彎曲度 就沒有辦法能到那麼大 凝血因子就像電量 血友病病友必須定期 為自己充電 才能健康生活 這時候我以為是白血病 因為兩個人名稱蠻像的 就以為你要接受骨水捐證 對 對 對 電力不足 作息就得切換到靜態模式 用正確觀念與血友病共處 血流不止有保固 病友也能長期保持零出血紀錄 大家新聞 吳宜宣 蕭鴻樹高雄報導 現在才這麼收到 Foundation 編曲 蕭鴻樹高雄 兩種博蕭蕭練 一種元